纽约时报报道称 这批文件中包含美方监听到韩国政府高层的内部讨论内容 文件显示 面对美国施压 韩国政府内部讨论是否应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根据韩国官方立场 韩国只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衣 防毒面具等非致命性军事援助 报道说 韩国已同意向美国供应炮弹 以帮助补充弹药库 不过韩国政府内部担忧 美国会将韩国生产的炮弹转交乌克兰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 美方根据信号情报获知 韩国政府内部讨论细节 信号情报是情报机构专用术语 意味着美国一直在监听韩国这一亚洲主要盟友 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9号表示 韩方将就相关报道与美方展开必要沟通 这名官员拒绝回答 设美国监听活动相关问题 也拒绝证实文件中任何细节 被问及韩方是否计划向美方提出抗议或要求解释时 该官员表示 政府将参照先例和其他国家的情况 探讨应对措施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接连报道 推特等多家社交媒体上 近来出现一批疑似美军秘密文件 涉及俄乌冲突中 乌克兰方面兵力及武器配置 战场地图 俄乌双方伤亡情况等情报 甚至包括标有绝密的情报 目前 各方对这些文件的真假看法不一 美国司法部宣布展开调查 乌克兰政府召开高级别紧急会议 如果文件属实 将意味着美方在俄乌冲突中介入程度之深 及其以提供情报来支持乌克兰的力度 比以往所知更甚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泄露的文件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金春的俄乌战士走向 比顶人士计并计划